大家好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下了一场雪 大概有这么厚 天气比较冷啊 不过我的心里啊 比较温暖 而且也比较激动啊 激动的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在YouTube上啊 看了一晚上的直播 就是关于昨晚上香港理工大学的事情了 昨晚上应该我觉得是大快人心的 这是自612以来 警方使出了最为强硬的手段 只不过警方并没有直接去进攻理工大 而是采取了围点打员的方式 把理工大围住 然后各方的势力就开始往理工大涌进 过来援助 警方只要守住各个关口 对吧 把来援助的人逐渐的抓住 或者把他们驱散吧 基本上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而且这也让 不管是潜在的支持这些暴徒的 或者说是他们背后的这些大台 也逐一的浮现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 对吧 在围困的时候啊 警方呢 譬如这个水炮车 不停的往里面射 但是呢 却不往里进攻 让这些暴徒啊 他心里啊 时刻保持着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啊 而且这种时间持续越长啊 他们的心里啊 就越失衡 再加上 那么昨天在理工大 有很多勇武派的核心人物 网上也曝光了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我忘了 也是他的最高的指挥 也是黎智英的 左膀右臂啊 是黎智英手下 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也说明啊 香港的这一系列的暴力活动背后 就是黎智英 当然黎智英的后面 还有更大的大佬了啊 所以黎智英之前 接受赵少康的采访啊 说我是和平的 对吧 我反对任何的非和平的手段 可是昨晚上曝光的信息 把黎智英所说的一切的谎言 全部都给戳破了 那么香港的这一系列 暴力活动的幕后老板 就是黎智英啊 所以啊 对吧 这个幕后的老板啊 害怕自己被曝光 因为这些核心的勇武 一旦被抓住之后 他会咬出很多的人的 所以啊 这些核心的勇武 就以此为要挟 要挟那些他 你说他周边的啊 这些人也好 或者他幕后的人士也好吧 那么所以啊 很多人呢 就慢慢的逐渐的 全部跳出来了 譬如泛民的这些议员 不过也有一些议员啊 在装疯卖傻啊 或者是 在默默的在割席吧 不过也有的赶赴现场 譬如有一个叫许志峰的啊 应该是许志峰啊 如果没有错 记错的话 不过港警也很有趣啊 许志峰来了之后啊 这个警察呀 都拿这个强光手电 照着他们啊 或者是强光灯啊 照着他们啊 一起喊 许议员你来了 来救你的手足了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而且警察呀 还放这个监狱风云的主题曲 如果看过监狱风云这部电影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在 在这个幽默之外啊 港警也非常的 克尽职守啊 而且 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 譬如有警察的腿 就被这个暴徒的弓箭给射伤了 那么也有一名警察被射到了头盔啊 那个箭啊 穿透了头盔啊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只不过吧 对吧 应该说是 非常的幸运啊 并没有射到头 那么这个许志峰啊 昨晚上在外面 呆了一宿啊 不过他也无能为力啊 只是在那里默默的呆着 我估计啊 他是想向这些暴徒展示 我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暴徒之前 在连登威胁过 就说你们泛民这些议员 你不来救我 一一二四 我们全部改投建制派 一个也不改投泛民 对吧 这个泛民最核心的啊 这些知识都要反水了 这个许志峰肯定要来救一下选情啊 不过除了许志峰以外啊 譬如毛蒙镜的 更多的是在推特上 不停的用英文啊 在那里呼吁啊 但是去本人啊 并没有来到现场 也就说这些泛民啊 也没有这么积极了 这个何韵石也在推特上 不停的呼吁 不过他本人啊 对吧 早就在国外待着呢 根本就不把这些人当回事 呃 这些泛民的议员 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了 也包括黎智英 那么也有很多潜在的人物啊 都在一个一个的网外冒啊 譬如这个 呃 香港的 天主教的啊 一个教区 叫福利主教 夏志诚 对吧 很快啊 就跑出来了 那么还有两个美国的主教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主教 跑香港来干什么 但是 嗯 很多人也已经扒光了啊 这两个主教 当年在乌克兰的时候 也出现过啊 而且 那么手法和今天的香港差不多 也是跪在地上啊 对吧 啊 向世人恳求啊 啊 说这个香港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什么神啊 主啊 救救他们呀 救救孩子呀 等等 不过啊 因为这个手段啊 你使用的次数太多了 啊 已经不好使了 很多人啊 都已经认清你的面貌了 对吧 嗯 再加上啊 香港这个事情闹得时间太长了 国际关注度比当年的乌克兰要高多了啊 嗯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 很多的事情你是藏不住的 对吧 很多的事情大家也看得清楚啊 包括很多的香港人以前啊 可能有一些摇摆等等 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啊 你再看不清楚 那你可能不是蠢就是坏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坏啊 真正的蠢人 并没有几个 其实除了这个手段之外啊 当时美国在乌克兰还采取了 在人群当中用狙击手射杀群众 然后 把他诬陷给警察 那么挑起人群的愤怒啊 呃 所以啊 我们这个应该说前提啊 这个驻港部队扛着扫巴出来 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啊 那么嗯 这个驻港部队啊 虽然穿的是变装 但是后面啊 对吧 啊 都写了他们的那个部队啊 应该是特战六队吧 对吧 我我在网上搜了一下 这个六队的信息啊 他们是这个特战队当中精英中的精英啊 而且参与了很多的反恐的工作啊 呃 他们出来亮个像啊 扫扫机 对吧 一个是那 嗯 给香港市民安安一下心嘛 那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啊 呃 就是警告美国这些CIA这些人 如果你在乌克兰 采取同样的手段 对吧 你四周要不有狙击手的话 对吧 呃 但是这个六队的这些人啊 本身就是啊 做反恐的啊 那么无论是枪法还是其他的东西 可能逼你的海主啊 呃 或者说对吧 在很多的地方啊 我们都已经盯上你了 就是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啊 所以昨天晚上非常的平静啊 嗯 尤其是啊 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两个主教以外 大部分都比较平静 CIA呢 也基本上并没有露面啊 嗯 所以啊 这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啊 这些废青啊 那我看他们说 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 那美国领事馆打电话 根本就接不通 给英国领事馆打电话 英国领事馆就让你们 遵守香港的法律啊 如果违反了法律 就等待法律的制裁 非常的搞笑啊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啊 这个英美啊 已经把他们 彻底的抛弃了 他们就是一个棋子 用完了 就被踹到一边去了 那么香港的 六个大学的校长 也联合发了声明了 还有这个 李大的学生会等等 对吧 都在上蹿下跳 也就是说教育界的这些 这些黄丝的支持者啊 也逐渐的浮出了水面了 这个事情啊 就非常的有趣啊 应该说这一次维典打员啊 把很多很多的人啊 都给对吧 从水下给拽了出来 当然很多人 其实大家以前是知道的啊 不过这种知道更多的是一种猜测 并没有太多的证据吧 那么昨晚上的事情啊 让这些人都逐渐的暴露出来了啊 比如说这些议员呀 还有这个天主教的呀 对吧 还有这个教育纪的啊 尤其是这个高校的校长啊 等等吧啊 当然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吧 对吧 就是这个警察一个换了人了啊 这个卢伟聪退休了 我昨晚上看微博啊 卢伟聪退休的时候 还发了一篇退休感言吧 还说什么不忘初心啊 之类的东西啊 在微博上被这个港警啊 骂惨了 对吧 大家把矛头都对整了卢伟聪了啊 就是这个卢伟聪啊 在之前很多指挥不力 他就只想他安安静静的退休啊 在他退休之前呢 对吧 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啊 不想自己遭到投诉等等吧 让自己平安退休 但是却把前线一线的警员啊 推到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嗯 可是啊 这个新的警察一哥瞪着上台之后啊 就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啊 应该说昨晚的事情啊 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啊 当然我觉得也和之前习主席的讲话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啊 嗯 和林郑月娥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其实林郑月娥啊 我觉得是一个 应该说是 能够撑得住局面啊 其实从612到今天啊 能够撑得住 对吧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我们看历任的特首啊 比如董建华 董先生 8万5也好 数码尔冈也好 一反对呢 他就撤回了 那么后来的曾英权啊 基本就不干什么事情啊 呃 梁振英相对强硬一些 但是遭到的反弹 也是非常激烈了 导致他后来就辞职了 再加上他女儿遭到了很多的暴力啊 他的女儿得了一些抑郁症等等吧 应该说 梁振英 梁先生啊 嗯 是一个比较政治的人 但是也有比较悲惨的啊 呃 但是林郑呢 对吧 呃 他基本上啊 呃 能够顶住很大的压力啊 而且香港这个事情啊 嗯 其实啊 像最开始的 大家看到感官非常的不好 不过我们现在想一想 对吧 呃 这个事情就是要等啊 这个事情急不得 因为香港整体的社会情况 就是对这个 呃 你说民主派泛民啊 或者这些黄思啊 就是比较支持或者同情的啊 嗯 对整个内地的也好吧 是并不喜欢的 其实也包括警察啊 呃 关于香港警察的事情 网上很多啊 大家可以搜一下 对内地也不是很友好 但是这个事情越发酵 越发酵 越发酵 对吧 嗯 首先就把警察推到内地这一边了啊 呃 因为这个脸书上也好 等等吧 对吧 他执法天天被骂 这个心理容易崩溃的啊 但是在大陆啊 微博上等等 这么多人的支持他啊 那么很多呀 我看这个港警啊 呃 包括最开始的警嫂 后来很多港警来看微博 呃 还有一些学生嘛 对吧 啊 也省点钱 买点礼物给他们啊 这些警察都说 非常的感动啊 这是后来港警 执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和信息来源啊 那么除了啊 这些以外 还有很多人给他们画漫画 等等吧 呃 现在微博上有专门港警的漫画啊 对吧 呃 这一些啊 都让这些警察感受到了 对吧 内地人民对他的支持啊 同时也感受到了内地的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其中一名警察 我看了 那么嗯 最近嘛 虽然香港这个这半年啊 呃 局势很紧张啊 但是警察很多也该休假的休假吧 对吧 啊 其中一名警察说 他休假就去的深圳啊 就 哎 感觉内地的变化非常的大 超出他的想象 那么也感觉香港的青年人啊 是 基本上是被毁掉了 视野也比较的狭小等等吧 那么这也说明啊 呃 在这半年来啊 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啊 包括啊 这个内地的网友微博等等 对港警的支持啊 基本上就把香港警察拉到我们这一面了 你看之前 对吧 说那三个东北人也好啊 还有呃 这个港中大内地学生撤离也好 对吧啊 港警在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对吧 这个东西啊 都是需要时间的啊 一个是需要时间 让彼此之间建立感情加深了解 对吧 嗯 另外一个也需要时间 让更多的香港人认清这些 嗯 打着自由民主情号的人啊 他的背后的这些别有用心 和阴险的目的啊 呃 那么让香港人民认清这个呀 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啊 呃 否则的话 如果你介入过早的话 对吧 本身大部分香港人 对吧 呃 对内地对中共 并不是有很好的印象 你介入过早的话 大家就会很讨厌啊 会觉得你又要压榨香港人的自由了 那你又要欺压港人了 对吧 呃 会对这些民主派等等 更加的更加的同情啊 反倒适得其反 但是今天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所以这个嗯 解放军之前出来吧 呃 出来到大街上打扫一下尾声 对吧 得到了呃 市民的热烈的掌声啊 这个都是啊 这个事情拖了时间长啊 把这个事情往后放一放 不要太着急 所产生的内部的发酵啊 这个发酵 从而带来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呢 很多事情吧 对吧 嗯 确实是急不得的啊 一个是需要彼此多加交流 多加增进感情 另外一个呃 也需要更多的人 认清啊 这个泛民也好啊 呃 黄思也好 或者是这些勇武派和李飞的 真实面目啊 呃 这对解决整个香港的问题啊 呃 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的啊 嗯 所以啊 对吧 嗯 所以啊 我觉得林郑也好啊 包括整个警察也好 包括整个呃 内地吧啊 包括嗯 或者是中央政府吧 在这整个事情的处理上 还是非常的有智慧的啊 而且时间拖长了 其实西方的很多媒体啊 也在转向CNN啊 BBC啊 现在也都在转向了啊 呃 这种转向其实对嗯 英美啊 或者英美的这些政客啊 也造成了一些无形的压力吧 嗯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这个英美啊啊 对香港更多的是打嘴炮 就像前面说的 对吧 对吧 这个美国大使馆根本就打不通啊 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根本就打不通 英国领事馆呢 对吧 让你遵守香港的法律 接受法律的制裁 也会让这些勇武也好 和李飞也好 彻底的绝望 也会让他们彻底认清英美的真实面目 他们在香港啊 只是 呃 利用香港的颜色革命啊 啊 对吧 搞乱香港啊 建议给大陆 或者是给这个贸易战啊 打造他某些交易的筹码 但事实上他对香港人也好 哪怕这些和李飞等等 这些他们的马仔也好 是毫不关心的啊 那么当他们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啊 他们随时会把他们一脚踹开的啊 就像前两天死掉的那个白头灰的 创始人一样 就死得莫名其妙的 啊 当然这个土耳其啊 和他的遗孀给的理由是 不慎从阳台跌下去的 但是在这种结构眼上 对吧 在这个白头盔 也面临着信誉危机 甚至说白头盔的信誉崩塌了 的时候啊 啊 那么这个白头盔的创始人很容易 供出他幕后的很多的金主 在这种情况之下 选择死亡是他唯一的选择 就像爱泼斯坦一样 同样我觉得呀 这个昨天晚上啊 这个联灯仔们呀 那疯狂啊 而且是一种抓狂 甚至绝望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和白头盔的创始人的死 是有关系的啊 这个白头盔创始人的死啊 很多联灯仔未必能够捕捉到其中的信息 但是这些泛民的议员也好 对吧 还有这个勇武的指挥者也好 或者黎智莹也好 他们是明白的啊 那么他们明白啊 他会产生巨大的消极情绪 这种情绪也会传递到下面的这些联灯仔上啊 呃 不管怎么说吧 对吧 呃 这些人啊 现在应该是非常的惶恐的 非常的 焦急的啊 其实联灯仔也很焦急了 至少你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 你做了什么 你是非常有数的 对吧 你做了这么多的暴力活动 你日后要面临着什么样的惩罚 也是非常有数的啊 所以昨晚上也看到了很多的信息啊 呃 这些勇武啊 也纷纷的啊 在割席 也纷纷的呀 给警察做污点证人 对吧 那么做污点证人啊 啊 还能让他们戴罪立功 少判两年啊 所以这个勇武内部也因此人心惶惶啊 应该说是方寸大乱啊 在连灯上也是四处开炮 一会儿让大家占领中团啊 一会儿让大家 对吧 全港接力 打火警 就是把这个香港所有有火警的地方 全部都把这个火警给打开啊 把那个啊 火警方有一个 有一个玻璃罩吧 对吧 把它敲碎了 让那个火警的灵啊 全港都要响 但事实上这两点都没有实现啊 呃 后来啊 又号召大家 去占领中团啊 等等号召了很多的东西啊 都没有实现啊 呃 只是呃 号召对吧 呃 私家车来接他们等等 来了一些私家车 但是没有用啊 香港把这个礼大呀 已经 围得死死的啊 基本上水接不通 而且呢 我看这个呃 他们呀又号召 今天早上五点半啊 全港 对吧 大三霸啊 而且还说五点半 他们要发动总攻 对吧 这个五点半啊 他们的总攻我没看到 反倒是警察呢 对吧 呃 就向他们发动了一些攻势啊 不过呀 这个呀 那对理工大学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啊 那么警察往里进的时候啊 呃 这些示威者啊 这些暴徒 往下扔了大量的燃烧品了 还制造了一些的爆炸啊 那么当时整个理工大学是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啊 英国应该说 理工大这一次受到的损害是 巨大的啊 是非常的巨大的啊 呃 不过呀 那这个作为这些教育工作者呀 理工大的一些也好啊 还有其他大学的也好 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些学生会啊 感觉没有人关心理工大 对吧 还是在那里谴责警察 无差别的攻击呀 无差别的开枪等等 对吧 这个背后的政治操作的意图就太明显了 这个理工大包括之前的港中大 对吧 这都是很有名的名校 港中大那都是百年名校 整个学校的声誉 学校的学术氛围 学校的啊 对吧 呃 这个建筑物等等 遭到大量的焚毁 他们不关心 尤其理工大 那么多的楼什么都烧毁了 而且都是这些蒙面暴徒烧的 他们不关心 对吧 反倒还在那里指责警察 你说这些人啊 适合居心呀 对吧 你你这种情况下 你不得想办法 对吧 保护好校园吗 这个理工大也好啊 港中大也好 对吧 你有今天的声誉 和有今天的国际排名 那是不容易的 可是啊 可是对吧 这个整个校园毁育一旦的时候啊 这些丝毫都不关心 我觉得就 非常的荒唐 我觉得那非常的 荒唐啊 当然呢 除了前面说的这些人啊 其实你包括消防啊 消防内部也有些内鬼 对吧 昨晚上都暴露出来了 应该说 昨晚上啊 很多的人都逐渐的暴露出来了 也都一一的浮出水面了 那么等到啊 理工大里面的这些 那勇武的头目等等 被抓出来之后 那就会有更多的证据啊 会有更多的人 对吧 被暴露啊 那到时候谁也跑不了啊 嗯 也包括其实美国的这个CIA等等啊 如果能有他们明确的证据的话 那么这在国际舆论上 对美国也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打击啊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最后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昨晚上警察的围点打员 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效果 那么这是香港612以来 这半年多 对吧 这个由反修力所引发的这一系列的 这个暴力活动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这并不意味着 对吧 这个香港啊 嗯 这一系列的活动吧 就终止了 但是他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啊 应该说是 那这个 嗯 这些勇武吧 对吧 还有他们的头目啊 基本上都被抓到了啊 那么下一步 就是抓更多的 潜藏在水下的 嗯 他们轻易不会暴露的啊 但是呢 对吧 我相信警方已经掌握了很多的证据啊 那么抓到这些头目之后 有了更多的人证了 那更多的潜伏在水下的人物也将一一的浮现出来 并且接受法律的制裁啊 相信这一天将在不远的明天到来啊 呃 不过嘛 那么接下来的你说抓不也好 或者其他的也好吧 啊 并不会像昨天或者是以前那么激烈了啊 那么以后啊 香港的事情啊 会趋于缓和的啊 当然前提是 那李大的这些勇武和他们的头目都被抓起来啊 都被啊 都被抓走 那好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